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很开心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在2020年一月份 和大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标杆人生 标杆人生 我们一起低头土歌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给我们在人生里面 可以去享受上帝你所创造的 但在我们人生里面 都有高有低的时候 有环境不如意的时候 有压力 也都有失败、挫败感的时候 但同样你都给我们有经历 上帝你有很多的恩典 正如诗歌所讲 无尽的恩典 无论是在过去 或是在未来 上帝的恩典都是会丰逐的 求你赐我们信心 不要胆怯 也不要气馁 不要骄傲 也不要停滞 主求你 像我们有这一份 在你里面的动力 去为你去过生活 祈祷奉耶稣名求 有没有 好 大家看一看这张powerpoint 下一张 我们读经文 一会儿才读经 看一看 下一张 是的 是的 这位著名的报道家 叫做什么 是的 那些字 没有了一点点 有没有人认识他 听过他的名字 是不是 听过他 应该都没有听过 就是说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仍然有人认识 这位著名的报道家 郭培里牧师 其实他已经离开了我们 已经回到天家 下一张 是的 这个就是他年轻的样子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年轻过 下一张 这张就是他比较年老一点的 一张照片 仍然是努力不懈地为主 去工作 去宣讲上帝的道 到他晚年99岁的时候 其实他都没有停止下来 继续侍奉神 究竟他影响他的世代 是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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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影响力呢 我们读读 原来葛培里牧师 他是 都来过香港 再按 多一下 是的 他是出生了几年几月 是 看不到 是啊 19 19 18年 是啊 1918年那时候 你们出生了没有 是啊 如果你出生了 你已经过百岁了 因为现在是2020年 时间过得很快 可能在你人生里面 你和他有交叠过的一些年代 因为你已经在他出生的某一个年 就是在他的长路里面 你是 不知19多少年已经出生了 所以在你的人生的长河里面 又和这位属灵的巨人交叠过 但是他出生的年日 早于我们每一个人 是19一几年的年代 他就出生了 他就出生了 直到是2001的 18年去过世的 葛培里呢 他来过香港三次 1956年来过第一次 你出生了没有 1975年来过 出生了没有 不用你举手了 第三次应该来过 1990年 你出生了没有 出生了 差不多 他影响的和吸引的人数 长次都是很惊人的 在1975年 他的报道会 入场的人次是有20万 而1919年 就更加突破到320万的人 到大球场来听神的话语 而在当中有很多人 决志信耶稣 所以葛培里报道团 那一大会 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掀起那份报道的热成 不单只是报道 也都是祷告 是很重要 但是无论多成功的一个报道家 他都会有离开的一天 是不是 都会有老去的一天 那我们呢 我们的人生已经去到什么年华呢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你都会老去 然后你会去哪里呢 你会见哪个呢 你会说我们很执着于现在 我还未曾得到多少世上的财宝 我要继续为我地上的财宝 荣华富贵 继续奔跑 继续赚多一点 享受多一点 你会说 其实你知道 在我们的人生的长河里面 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 我们都会去见哪个呢 会去见我们的主 如果人生里面是没有见主一面呢 我们只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里面 完了之后就完了 一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会更好 你会更坏呢 不会更好的 不会因为人的拼搏而变得好 因为人的自私而变得更坏 虽然人很努力地拼搏 但是因为他不需要后果 他不知道会有见主的一面 上帝是会有赏赐 也会有懲罚的时候 人是不会变得更加好 更加知道自己 你要为什么要负责 在这个人生里面 我为什么要活 所以很重要 标杆的人生 标杆的人生 我们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 《菲律比书》 四章十二至十六节 预备起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要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陈在基督耶稣女 从上面 照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 凡是完全人 总要传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 传别样的身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今天要和大家讲的 这个题目 标杆人生 其实很简单 我们的大纲就是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和标杆在亡 分别在十二节 十三节 和十四 和十六节 过去的一年 2019年 的而且确是一个 充满着考验的一年 特别是下半年 发生的事件 都会令到我们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 会变得这么混乱呢 不单止在政治、民生、经济上 我们都是受到考验 更加在信仰上 都受到考验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教会是怎样去看这件事 或者教会站在哪一边 但我想告诉信徒 教会不需要站在 什么颜色上面 而是只需要站在 真理那一边 就已经足够了 教会在地上的使命 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 他来的 释放罪人的福音 带给人能够可以 出黑暗入光明 那种的福气 站在时代的里面 这个破口 我们究竟有没有 好好地去坚守这份信仰呢 是否不讲颜色 不讲政治 就是一个离地的信仰呢 绝对不是 教会真正的政务 真正要做的事情 是要进入社区 进入人的心灵 去辅助孤寡 并且要去空怀普世地去实践 上帝的救赎 的工程 所以我们要学习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人呢 年纪越大 其实呢 要 告诉自己 或者告诉别人 他自己有什么不完全 是很难的 因为呢 你只会想自己 越来越好 或者有很多人呢 会对你说很多好听的说话 觉得你有多好 有多好 但是在十二节里面呢 保罗一开宗明义就告诉大家 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 我已经呢 不是说自己已经得着了 这个呢 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态度 在十二节 的上半节 他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在十三节 也都再一次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而在十二节里面呢 他说呢 我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所以呢 你会看到 保罗呢 他用两次呢 我不是说 我已经 搞定了 我已经 完成了 我已经 完成了 也就是说 他还要什么 有进步的空间 他仍然要努力 这个呢 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 而是一个呢 年纪越大的人呢 如果是一个谦卑和熟灵的人呢 他越觉得自己是有不足的 相反呢 一个呢 初信主 信到一段时间 他觉得 其实我又 我做人都做得不错 而加上呢 我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也都 连谈话都戒了 有很多呢 好像以前觉得自己 不在乎的东西 现在呢 都 整理了 然后呢 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 不错的好人 甚至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其实这样的心态呢 段段不是呢 上帝 要我们呢 是 这样去自满自足 就以为自己是一个 挺好的基督徒 然后还要去看一下 那些基督徒 说回了教会多久 信了多久 为什么会这样的 都做不到我做到的事情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做基督徒呢 做到一段时间 相当时间呢 我们会有一种自异感 有一种飘飘然 加上我们又侍奉在身 又多了一些圣经知识的时候呢 可能呢 会停了这些 进入了一个 批判的一个年代 或者批判的一个态度 这个呢 是要相当之小心 保罗 他知道自己 不是完全 他已经不是 他不是完全得着的 他用要很努力的 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另外一种的基督徒呢 就是呢 他会面对着社会 身边的人呢 他就会 被人扣帽子 他说 咦 你是基督徒来的喔 你基督徒不是 应该这样这样的吗 于是呢 他就没有声出了 基督徒 你看这些基督徒啊 最近呢 最喜欢呢 有人说 哎 你看这些基督徒啊 为什么要这样的啊 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啊 或者在你工作间里面 基督徒不是应该要吃虧的吗 好像仿佛呢 基督徒应该是被人欺负的 有另外一些基督徒 就说 我是基督徒 但我不等于被人欺负 于是呢 他就觉得 在工作间里面 在工作的场所里面 最好呢 就不要告诉别人 自己是基督徒 无论是哪一种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基督徒是什么呢 不是圣人啊 基督徒呢 不等于头顶呢 就有光环了 信主越来呢 那个光圈就越大了 不是 基督徒呢 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罪人呢 未死透的时候呢 他的罪都会发动 发作 而我们这班 在教会里面的蒙恩罪人呢 只是那个 级数有多高 有时候呢 我们如果都不体会到 原来是 大家都是罪人呢 都有罪性 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此批评 我们需要呢 我们需要呢 在品格上 知识上呢 不断的锻炼 被上帝去磨炼 和呢 要去 向主 来死 死去我们老我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 活出基督 披戴基督 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 见到耶稣 不是见到自己有多威衰 我们有多有学悉 我有多有学问 或者我有多有才华 不是要人见到 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光芒 而是要见到基督 在我们生命里面 彰显出来 这个才是我们 要去向主交涨 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奔跑的一个 标杆和目标 求圣灵去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看到自己 这一刻的光景是怎样 忘记背后呢 忘记背后呢 是保罗呢 他信了主之后呢 他在生命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提醒着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他信主之前的他 在世人里面 觉得很好的东西 或者他一直引以自豪 很骄傲 很自豫的东西 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原来他发觉自己是 一民不直的 他说呢 现在呢 看幻是如分土 不是因为他觉得 那些东西 就是信了主之后呢 明明那些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会觉得是分土呢 就是因为他以前 觉得自己 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 我又受 第八天又受割礼 我在以色列人当中 我的宗族呢 是辩雅文的宗族 是代表着什么呢 他依照律例地走 第八天的割礼呢 就是割礼是代表分别为圣 是上帝所挑选的子民 而南丁呢 才有走割礼这种尊荣的 而以色列族里面呢 辩雅文的支派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原来是出王族的 而是王族当中的第一个皇帝 以色列的皇帝呢 蘇罗王呢 就是辩雅文支派 而保罗他信主之前 他的名字叫什么 也是叫蘇罗 是不是很自豪呢 人很喜欢用这些东西去堆砌 让自己觉得呢 是更加与人不同 更加高人一等 希伯来人之中的希伯来人 就是说什么 正宗 纯正 正统 在法里面去看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呢 是当时宗教的领袖 当时他们呢 很严格地去进行摩西的律法 生活是很严谨的 而是宗教里面的一个 首领的阶級 所以他很热心地去 最后就是很热心地去逼拜教会 恩着他这种的性格 恩着他这种的背景 他去逼拜初期的教会 就是这一班的信徒 门徒 耶稣的门徒 在耶稣死了之后 不断地去传扬耶稣 而法利塞人就觉得耶稣 就是一个禅阅神的位置 所以要钉他上十字架 法利塞人不觉得自己做错事 而耶稣都死了 而他那班的门徒 还在传着 不是福音 是和音 所以他们要铲除他们 所以在他这种的背景下 他这样去做 为他们的宗教大发热心 他是觉得理所当然 他就律法的意来说 他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当他在大马式路上 遇见耶稣的时候 被耶稣的光 光致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是180度的转变 他一时发觉 原来他自己是很愚昧的 他所做的一切 他以为是很引以自豪的事 原来他是做错了的 原来他生命方向是搞错了的 他整个的价值观都颠倒了 在被耶稣基督的大光光照的时候 他三日三夜是不能够看 不能够吃 不能够饮水 直至到神派阿勒尼亚 在异象当中 叫他去直街那里 你去那间小屋 那里有个人祈祷 那个人叫做保罗 叫做素罗 阿勒尼亚真的很害怕 我要去找这个人 这个人是残害基督徒的 他专门捉那些基督徒 他坐牢 交给大祭司 我去就死定了 阿神说你只管去吧 你进去的时候 你还要为他祈祷 还要为这个弟兄祝福 保罗 由那时候开始 他就改名叫保罗 在一个快镜里面 我们看看保罗的一生 其实就是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他要写这个肥立比书 他当时的心境和熟灵光景 他回顾他自己一生的时候 原来他做得很错 昔日以耶稣基督为敌的保罗 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 他就说 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自保 保罗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 标杆奔跑的人生的一个方向 他视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真保 为什么这么宝贵 因为他觉得以前我以为很棒的 原来都是有损的 这个改变是很大很大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人 都很盲目地追求一些错误的东西 价值观是扭曲的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朋友 他信耶稣之前 他的职业是一个风水师 他的名字叫张伟强 姓张 他浸人在这个风水学说 坑于述数 大大话话都超过五十年 一直都很顺风顺水 还做到风山水起 他在一个相或者是一个客来找他的时候 一宗生意都是几十万 为什么他一直都很顺利 这么好生意 他会去信耶稣 真的令人莫名其妙 原来他有一个孙女 有一天孙女就拉着爷爷 就去到商场那里 一直拉着 拉着 爺爺就说 我要去这里 这里是什么呢 教会 我想去这里 爺爺你陪我去 爺爺就觉得 我是风水师 我不能去这些地方 和我没有关系 但是爺爺 孙女就说 我要去我要去 爺爺你陪我去 那你知道 爺爺和孙女有一种什么 很特别的情义结 多不愿意也好 都不会逆孙女的义 这个就是爺爺的心态 他第一次踏足教会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打开了他的心 当然他进到教会的时候 都用回他自己的老我 本行的能力 就是帮所有的会众 看一个传相 你看看这个人 在他的上貌 或者他的命格 那样都是贪心的 反骨的 五翼的 每个都是一些 不是好人 坐在那里 都是很差的 那些人才要回教会 不对 但是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明明是很 五翼的人 为什么会推着轮椅 照顾他的亲人 这么孝顺 为什么他的生命会改变 他开始觉得 耶稣好像有点了 还有就是 当他踏足了教会之后 他就发觉 圣经的真理 和他一直以来 所信的 或者追求的 风水命理 除了让他有 发财之外 其实他相信自己做这些东西 是帮助人的 并且是帮助自己的 但是圣经所说的 和他所修炼的 是不一样的 是这么厉害的 比我所相信的 很多很多 因为 因为 信风水 和命理的人 都是会吹吉避凶的 并且都是倾向 就是要靠自己 去找永恒归宿的 但是他们很知 一些人的命格 他无论如何去做好事 但是 那个劫是这样 他都是逃不过的 而且有些命叫做什么 叫做 黑星 什么汤珠 黑夫 黑子 总之在你身边所有的人 你的命是黑的 他都会带来被人有祸患 所以其他人看到他 他们几乎当他是发麻风 生人物近 因为近亲他 都会带来恶运 这些命运的人 即宿命论 他们没有办法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唯有谁可以改变呢 就是耶稣 所以 这位张伟强 后来他信了耶稣 他就明白到 原来 生命里面 单单靠着耶稣 最后就可以得到 一个最终永恒的归宿 他决心 就放下他 这道饮食工具 他不再 为人去看上 真是匪夷所思 是吧 另一个更加匪夷所思 就是一位赵丽尊姊妹 他十一十二岁 左右 妈妈就带了他去一贯道 佛坛做点传 这是他入教的仪式 一贯道的师傅就告诉他 他听 你的名册 你的名字 已经写了 在他们的 什么 无极 什么 生命册上 就写了上去 于是 他安然地 在那里修行 在大学的时候 我又认识了一个人 就是一个同学的哥哥 原来是佛 在妙语里面做主持 即是做法师 就和他谈佛教 佛计 他又觉得 这对佛教很有兴趣 于是 就和他说 你这么有慰根 不如你就出家为离 出家为离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一个人 出家 就会带怯 你九代人都可以升天 你可以和他修行 然后你的祖宗 都可以去到极乐世界 他觉得计算一下 有好处 我一个人辛苦 放下凡尘的享受 有九代人可以升天 我就去做这件事 当是报答我父母的养育之恩 于是他潜身修行 一路参禅一路去钻研 他的级数就越来越高 后来就做到 要去美国开佛学院 做副院长 他的人生 去到这里 他没有想过他要回头 直到去到美国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他的同学 就跟他说 我邀请你来教会聚会 他觉得 咦 教会 因为可能去到美国 样样都很新思 对吧 去教会还没去过 那又何妨呢 那就去一去 都是应酬而已 他不知不去又自可 一去呢 他听到圣经 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他真的是 豁然开朗 好像突然叮一声 醒了 耶稣基督和圣经的真理 是太吸引了 在他所俗 他所研究的经书里面 所讲的任何的道理 都给不到他的答案 唯有耶稣基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他参禅 一路的修行 他的道行越高的时候 他发觉原来佛教是有极限的 那极限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他越修 就是越修炼 他越觉得自己不足够 他只是一个凡人 还有所有供养他的 就是佛家里面的佛教主持 不用做事的 他吃他住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人供养他 供养他的人 就是给一点点钱 然后是靠着那些法师 帮他修行 然后带协他们去升天 他就是一个人 帮了那么多人的命 去帮他们修行升天 就刚才说到 九族都要升天 他一个人怎么可以帮人 练到那么多去升天 好像在骗人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 没有把握可以升天 我又怎样大怯他们又升天 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觉得 这个包袱很沉重 很矛盾 加上就是 越修炼他就觉得越隔绝 因为他不可以和其他人 保持往来 他要更加专心去修炼修炼修炼 那种隔绝感和孤单感 是越来越强烈的 并且他真的感受到 他没有办法 凭他自己一己之力 可以还得了所有的业障 这个就是他很真实的一种矛盾 并且他说 即使 其实是假的 他还有在佛门里面说过一句说话 佛家里面有很多经书 其中一句说话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意思是什么呢 地狱是很多的 很多人的 里面有很多 不会空的 是满满的 地狱里面的冤魂 但是没有人可以成佛 即是说他这么辛苦 去靠自己去修行 最后能不能成佛呢 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其实他 他觉得在永恒里面 和他的 他这么辛苦想去哪里 去永恒 得他永恒的福乐 不想进入地狱 但是他是没有这份的把握 直到他回到教会 他听到原来信耶稣 就是得救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人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够去到父那里 他没有说到有其他途径 只是若不值着我 若不值着耶稣 没有人去到父那里 所以他就觉得 哇 很厉害 很厉害 当时他是49岁 由12岁 点泉 到他现在遇到耶稣的时候 49岁 他立即放下他的袈裟 立即放下佛教的衣缝 然后转头信耶稣 有人就问他 哇 你这么容易就放弃 你23年在佛学里面 已经成为得道的高真 你都放弃 这位赵姊妹怎么说呢 莫讲是23年 就算50年 就算我现在是90岁 我都愿意放弃 没有东西可以给换取永恒 更加重要 大家同意吗 原来你除非不知道 那件事是真 你一直被人骗 当你知道了那件事才是真的时候 你怎么也不会要让假的东西 如果你知道那张是真银子 就算那张是10元 和你拿着那张假钞是1000元 你要哪一张 你都宁愿要那张10元 更何况 我们的主 救恩的宝贵 那个价值是无价 所以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当他遇到真光 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 他就懂得去分辨 因为他觉得这份恩典 耶稣基督的恩典 是白白地赐给人 不是靠功德的 不是靠人的 人哪有能力去帮人 去带人去升天 唯有上帝的恩赐 才有能力去带人去升天 由那时候开始 这位赵麗俊姊妹 她就脱下她人生的袈裟 披戴基督 他说 现在不再是我 我的人生是要披戴基督 这两个人 一个坑于风水师 一个佛教徒 一个女法师 他们两个都是不弱而同 他觉得他们的人生 不是因为他过去有多厉害 找到多少钱 一个有多度行高超 而觉得自豪 他因为觉得 他也是问上帝 为什么我几十岁之后 一位风水师 他已经年过六十 之后才遇到耶稣 而这位女法师 女的主持 法师 他已经是差不多到五十岁 他才遇到耶稣 但他人生兜兜转转很多年 得到很多世上所谓的能力 所谓的金钱 但他也是视为什么 奋土 不只是保罗 他觉得他自己昔日 是这么愚昧 当一个人生命真的遇见主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以前 他所花很多的时间 心机去那些 其实都是草木和解 今天你呢 你的标杆是什么 是不是仍然觉得 信耶稣多好 在我的生命中 加上信耶稣便可以 其他事情 我会继续照旧 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人生 只是耶稣成为你 一个感上添花的 一个装饰 你的生命 是未脱胎换骨的 耶稣 绝对不是你生命里面的 一个花瓶 这么简单 耶稣是你生命里面 一个最宝贵的一个位置 是你生命的自保 是你要奔跑的方向 曾经有一个节目 是受很多的观众欢迎的 在韩国掀起热潮 他叫Warning Man 在中国也有一个 A4的节目 叫做《极速前进》 也是一个真人秀 有十对的队伍 有些参赛者 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目标 要选手去极速 或者最快地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完成他们的任务 然后一系列的任务完成 最终的得胜者 他们可以获得一个很丰厚的奖金 就是一百万美金的奖金 那些参赛建议 每个人很努力地去完成他们的目标 他们会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去的 可能会搭火车 可能会搭公车 可能会开车 有些是常常用自己的脚去跑 就是要去做这些事情 世上都有一些仿效着 有目标方向的一些赛事 叫人完成 马拉松也是一样 原来我们的人生 都是好像这一场赛事 我们不是要跟其他人相比 而是要完成我们自己的赛事 我们将来要完成 要跑完人生的路途之后 我们要去哪里呢 帝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个就是我们奔跑的方向 我们要得哪个的奖赏 不是老板的奖赏 不是年底的花红 那么简单 老板的花红也要 耶稣基督的奖赏我也要 这是一个 如果你是你的工作 是要你养妻活儿的一份工作 然后呢 你是完成这些工作 而是去表达你和上帝的关系 并且在你的职场上 你是要去关心人 去拯救灵魂 其实关心人 看到灵魂的需要 不单单是一个传道人 要去看到的事情 我都很盼望我们身边 每一个电影节目 你都能看到 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熟灵的眼光 如果你没有这个熟灵的视野 你会只会看到他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恨恨的人 所以我不想和他聊天 我不想理他 见少一点就烦少一点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熟灵的眼光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其实他是一个人 并且他是一个更加需要福音的人 他需要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 如何临到你人生 令到你生命改变 令到你脱胎换骨 但你说 我没有脱胎换骨 那要怎样 要将你的价值观 先去更新 改变 你才能够脱胎换骨 当你改变了 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原来其他人都需要改变 你都去乐意去帮助他 都去遇见耶稣 让他的生命 都被主去更新 这就是很重要 努力面前 不是 只是 好像现在这个世代 那么扭曲 不断地努力 拿90分都不够 然后要拿100分 有很多的父母 就是这样去用目标 用成就 来去堆砌 我们的孩子的成长 令到我们的孩子 只是在一个 拿到掌声 和做好事情 这样去堆砌 还要被父母鞭策 来成长 不是这一种 而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努力 是对着耶稣基督 而在过程里面 我们不会忽略 和上帝和人的关系 和上帝的关系 是首要过奖行 首要过一些成就 首要过一些分数 追求得着的目标 清晰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世上很多的错谋 其实世上很多人 都懂得用圣经某些字眼 来成为他们的标语 我们不要用这些扭曲的价值观 成为我们错误奔跑的一个轨道 如果我们拿不到最好的成绩 不需要觉得有内疚 相反 我们只需要想一下 我们如何为主个生活 如果我们不是 像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努力 去变成一个学习 效法耶稣基督 这个方向和标杆 什么是标杆的指标呢 很简单 就是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 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和效法耶稣 那怎么听从 耶稣吩咐了我们的什么 在大事命中说得很清楚 他说 所以你要去使万民造的门徒 吸他们施洗奉父子聖灵的名 吸他们施洗 犯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尝语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你就说 我哪有这样的能力 耶稣就这样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跟耶稣去求 要跟耶稣同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到 那耶稣所做的事 而且耶稣说 不单止你做我做的事 而且你所做的是 比我做得这么大的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们的人也都要做 并且要做给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恩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就必成就 要是重复讲两次 耶稣说我要做的事 你们都要做 而且比我做更大的 更大的是什么 更大的范围 耶稣基督的年代 就用脚走路 我们现在怎么样 很多人都坐飞机 有没有人没坐过飞机 好笑 没有啊 没有人举手 现在现代人 坐飞机和巴士差不多 有一个信徒 在我们的EBS 每一个EBS都会出现 但他其实不是住香港 他住澳洲 那么你们都拖了嘴 他逢到都必早 不会迟到 当然他不是每个星期都 搭飞机回来EBS 但他有两个家 一个家是香港 一个家是澳洲 在全年的EBS里面 他没有缺席过一次 所以其实你会发觉 现代人 他们的生活的圈子 范围是很大 比起耶稣的年代 他就在加利利 由大山地 去那一带 巴勒斯坦的地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是这么多 他都没有离开过以色列 他没有去过中国 他没有去过非洲 我们要做的事 比耶稣基督更大 是因为 当时的门徒只有十二个 现在教会的信徒有多少 是超过十二个 多少倍 我们可以做 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情 是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说 你奉我的命去求 我就会听 你就会得着 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效法耶稣基督 不是要我们效法他去钉十字架 而是将我们生命里面 那种的老我去钉十字架 就是钉死那老我 不是叫我们自己现在 钉自己上十字架 不是用这种字面的解释 但是我们老我便必须要钉死了 耶稣基督取了一个谦卑信服的形象 保罗这么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博的形象 成为了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甘心情愿 去变成人的样子 然后他取了一个 劳博的形象 他要去完成这个钉十字架的使命 一个救赎的使命 有谁可以把他钉上去呢 因为如果他的血不流出 罪就不能得到赎免 这个救赎工程也没有办法完成 因为每一个人 是可以代替人去赎罪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如果我们努力地去 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 去交给主 要向着这个标杆奔跑的时候 我们能够所成就的属灵工程 或者我们所见到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同在 是有多大、有多深、有多广 我们知道吗? 是不可估计 我再说一个例子 就是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小信的人 翌日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家很穷 我爸爸妈妈受过一些政治的迫害 所以他们说的道理我听不明白 因为他们受过土改运动的摧残 所以土改运动就是 你明明是有钱的 你是财主、地主 所有这些地主就会如何? 被人拉出来批斗 你捱得住就还好 捱不住就有很多人自杀死了 而这些土地就充公变成国家的土地 在土改运动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人 父母都被子女批斗 将人论反转过来 是一个很令到人很沮丧 令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信任 彻底破坏了 那爸爸妈妈就受过这些政治的迫害 所以呢 他从小到大这样跟我说 人是不可信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 你不要有朋友 朋友是会出卖你的 这是我自小的父母对我的教导 我可否接受到他们那种的教导呢? 很难明白 人不是要在学校里面所听到的教导 跟我爸爸妈妈所教的 是不一样 在教会所教的东西 我所听的真理 跟我爸爸妈妈所教我的东西 亦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很难去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想 这样去思想呢? 当我长大了之后 我当然现在才会明白 就是当时他们受了好心好心的 精神上的一些折磨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的想法 有这种扭曲的思想 所以要建立一种信心 向上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是相当之重要 当我现在活了几十年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上帝的恩典是多而有多 由当时年少的我 孩童的我 我能不能有这种穿透力 去看到今天的我呢? 我没办法想象 今天的社会原来是可以 哇! 这么美好的 或者我们人生里面 有这么多这么丰盛的恩典 我的婚姻 上帝为我预备的配偶 我的侍奉 我的工作 我的鼎姊妹 我没有办法可以想象 唯有努力去奔跑向前 有一位的牧者 除了苏永治牧师之外 我还有一位姓苏的牧师 成为我生命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导师 他叫苏助阳牧师 这位牧师 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他 但是呢 在我年代的人都会认识他 因为回到主学都会唱他的歌 差不多首首都是他所创作的诗歌 他总共创作了九百首歌 都是儿童的歌仔 其中一首《大山可以挪开》 我听过 是他所作的 《圣经目录歌》也是他所作的 《主要是》 《主要是》《玫瑰一朵》 我就是《六二一片》 他所创作的诗歌 一直都伴随着很多鼎姊妹的成长 并且他是一位很爱主 很奋勇地去报道的一位牧者 他创立了《环球报道会》 天人社的创办人 另外呢 就是 这里的资料不存 我们看看这里 他是第三代的基奥徒 他自小就很聪明 他所有乐器都是自学的 他学了很多乐器 他十四岁就开始创作诗歌 很多的才华 而且很有语言的恩赐 其中有八年 他就去东南亚的地方 去报道 他所到之处 每一场报道会都会自己创作诗歌 这些歌就是这样去 灵感如全庸地去创作 都是为了主的缘故 而他所足跡所到的地方 都是有不同的语言 而这位牧者 上帝就给他有不同的语言的恩赐 他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出世的 他懂得说潮州话 他懂得说闻南话 他懂得说广东话 他懂得说客家话 他亦去到泰国的时候 他又会懂得用泰国话 好像语言对他来说是无障碍的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懂这么多国的语言呢 那这些是否叫方言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 圣灵感动的人就会懂得说谎言 在这个牧者身上 你就会看到他有谎言的恩赐 因为他足跡所到的地方 都是有不同国家的语言 而他又懂得说又懂得听 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呢 就是为了全阳基督的救恩 这位的牧者 享年九十一岁 就安息主怀 在他的一生里面 都是奋勇地去写作 奋勇地去报道 奋勇地去牧养生命 转化生命 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他 不要紧 但是他一生的果效 都是随着他 而他所作供的果效 和他所奋勇 所做的一切 他已经完成了 所信的道 他已经守住了 下一张 不是 上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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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女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吃了自己的劳苦 作供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你呢 你为主 做了什么功呢 你的作供果效 如何随着你呢 好 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 有一分钟的默想的时间 在默想的时候 我想大家去想一下 在过去有什么事 和价值观 你是一直 未能够放手的呢 究竟 神要你放下什么呢 在这一刻 我想和在座的弟兄姊妹 一起在十年前 去立志 无论2019年 有多混乱 社会有多撕裂 就让我们一起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大使命 这个标杆一直奔跑 如果你是愿意的话 请你举手 在2020年 你如何好好运用 神给你各样的恩赐呢 不管你知道的 或者是不知道的 还有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潜能 还未发挥出来的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个朝主的方向 努力地 来到向着标杆 去回应上帝 给你从上而来的呼召 有没有人愿意 这样去回应神呢 如果愿意的 你请举手 我会为你们祈祈祷 我会为你们祈祷 我会为你们祈祷 在这个时代里面 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你来感动我们 祈给我们的能力 为你走出去 为你进入社区 为你去进入人群 为你去宣扬救恩 抢救灵魂 祈祈祷 祈祷 都民静 安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